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昨晚有一道冷風橫過廣東沿岸地區 為我們帶來比較涼的天氣 但亦都清走了我們附近的雲 今天下午在維港旺翠 幾度有陽光 曾經亦有過藍天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區氣溫比較涼爽 介乎19至21度 市區錄到21.1度的低溫 但下午亦都有陽光 所以各區氣溫上得多高 介乎25度至27度不等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受到乾燥的東北高峰所影響 整個廣東沿岸地區 其實雲量不算多 我們預計這個情況將會維持著 最新的高空預報圖 說未來的兩至三天 香港附近將會吹著乾燥的偏東風 直到東北風 不知我們的天氣都會是天程為主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大致天程 明早市區最低氣溫 一為21度 而新界會最低兩三度 明天是乾燥 最高氣溫上到26度 風會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間中清靜 至於展望方面 記得在隨後的兩三天 我們天氣將會是天程和乾燥 到星期一晚我們預計有季後風到來 到時我們北風增強 星期二早上天氣是清涼的 暫時最低氣溫我們預報 星期二早上大概是17度左右 大家要留意 今晚明天到此為止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